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梦官方身高1米82 这在球场上是很占优势的 也许有人会说那她在现实生活中岂不是会显得比较突兀 女孩子这么高恐怕不好找对象吧 但其实李梦完全没有这种烦恼 因为她的四肢非常协调 并不是那种浑身都充满肌肉的体格 看起来也是那种高高瘦瘦的大美女 有时候李梦会在赢球以后给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个绯吻 让大家一起感受得分的喜悦 据说没有一个男球迷能抵抗住她的魅力 作为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李梦严格遵守规矩 比赛时从不浓妆艳抹 但私底下的李梦却也是个爱美的小姑娘 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追求李梦的人那可是有一大箩筐 在这些追求者当中还有一个外国人 据说还是来自西班牙的富商呢 据悉 这名西班牙富商对李梦痴心一片 多次向她示好 如果李梦愿意当她的女朋友 那未来也就不必再为贤而发愁了 当时有许多小姑娘都羡慕她 得到了富商的青睐 但李梦自己显然不这么认为 一是她不想依靠别人生活 从小父母就教导她要独立 成为篮球运动员的这些年她一直恪守初心 立志于为中国的篮球事业拼出一片天 所以在梦想还未完成之前 她是不会考虑感情的 二是因为她热爱国家 她不愿意和外籍男子交往 更不愿意嫁到外国去 她始终希望自己的未来的丈夫 能和自己一样是爱国的和中国男人 所以对于这名富商的追求李梦显得极为冷漠 西班牙富商终究还是吃了个闭蒙羹 其实大家也十分理解李梦的坚持 她是一个十分努力的姑娘 从小就在体育领域里拼搏 一开始是去学习游泳 但却不小心换上了中耳炎 父母本不想再让女儿吃苦 但李梦却一直坚持 学不了游泳那就转学篮球 总要拼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没想到这一步棋走得相当正确 当年游泳队的教练一看到李梦 就直呼她是个好苗子 手长脚长正适合打篮球 一番话让李梦踏实了不少 就这样李梦开始接触篮球 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训练 从不含苦含泪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球技也是突飞猛进 这不如今还成为了中国女篮的代表性人物 被大家称为女版的詹姆斯 中国这片土地承载着李梦多年的汗水努力 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她当然不愿离开故土 祝福这个美丽的姑娘能够一切顺利